那我们听经有没有好处呢 有好处 这个好处就是训习 一遍一遍地训习 你才能证据我 我们像一个木头 掉在水里头 在水里都泡了几千年 湿透了 今天拿出来 用一只火柴去把它点燃 能不能点燃 点不燃 不要紧 再点一只 点上一万只 点上十万只 点上一百万只 点燃了 这叫什么 常识寻修 肯定它会燃的吧 木头怎么会不会燃呢 水里面泡酒了 就是习气太深了 习气太重了 经虽然是听明白了 回不了头来 一转眼老毛病又发了 就这么个道理 怎么点都点不然 这就说明 常识寻修的必要 像会能打死那种人 那一点就燃了 佛华里也称他 上上跟人 怎么那么容易就看 诸师大德告诉 他不是偶然 他是 无量戒就在修大臣 就好像 这一根泡在水里的木头 他已经被燃烧过 一百万次了 还没有点出 我有这一只 就都点出了 那我们呢 我们前面没有这个数字 没有长时间寻修 有没有寻修 肯定有 如果是没有的话 这个经理停不下去 你在这里两小时坐不住 你不相信 到外面找个人来 你叫他在这坐两个钟点 他能坐五分钟就不错了 坐不住 那就是什么 他没一扇根 你能坐的就是证明 你过去 决定不止 一诗 二诗 三诗 五诗 你大概至少也有 诗集二十诗 诗集二十诗的 寻修 你听到 佛法才能欢喜 才欢欢喜喜 能坐两个钟点 天天都回来 不是容易死去 还是转不过来 这习气太重了 烦恼太深了 天天寻修 对你就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每一天不间断 连续宣个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你成功了 你就会大车大悟 进途中的人 大车大悟 就是彻底放下 身心世界 事处事发 统统放下了 一步进 一举佛 这是真正修的 不是真正修的人 做不到 诸位细细想想 取西方极乐世界 清静阿弥陀佛 不是难死 善道大师所说 万修万人去 一个都不乐 这个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李老师告诉我们 一万个念佛人 真正能往生的 也只有三五个人 他的话也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为什么呢 大多数念佛人 不想去 口里想 心里不想 口里说要去 心里对这个事件 还留念得很 不肯放下了 那不是去不了啊 不想去 那就没法子了 所以能不能往生 全 抄在你自己手上 谁都管不了 往生的群 不是在阿弥陀佛手上 这个要知道 在自己的手上 自己想不想去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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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